哈囉 大家好 我是志光 真的 第一次錄這個Podcast 我超緊張的 那我本身是Youtube 那我在Youtube上有一個頻道 叫小人物2號 那這個小人物2的2 是肚子2的2 幾號的號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水族頻道 有興趣的想要多了解一些DIY 想要了解一些魚 在我的頻道呢 或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喔 那日後呢 我將會把Youtube的這一部分 跟Podcast的這部分呢 這兩邊的因緣 做一個同步的播放 那希望各位新的朋友 還是舊的朋友 希望你們多多的支持喔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閒聊的是什麼 就是我如何喜歡上水族 然後如何從喜歡上水族 然後步入到這個Youtube界 然後從Youtube界呢 現在又擴展到這個Podcast 把這個過程呢 跟大家做一個閒聊 然後說起來啊 我會養魚 那個 我算是受害者吧 因為為什麼說我是受害者 不是受益者 因為是我媽推我入坑的 我媽那時候吧 也不知道從何得來的孔雀魚 然後她也去準備了一個小魚缸 那就好灑好天真 以為有乾淨的水 然後就可以養活魚 當然喔 如果你今天懂養魚的人 都知道這個是悲慘的開始 因為那些無辜的生命啊 會一直一直的離你而去啊 也就這樣子吧 從我媽就開始死了魚 然後呢 一開始去夜市跟人家買 那種撈魚的有沒有 去跟人家買一隻十塊錢 還是一隻幾塊錢 然後買到覺得說 嗯 她在夜市買的魚 也繼續在死 那是不是去到水族館買的魚 就會比較穩定 就會比較活的比較好 結果去水族館 依然還是在死魚 我就看不下去了 我就說 媽 我來養也至少養得比你好 你做個功課吧 那個養魚應該不是只有這樣子吧 那 那時候呢 我就開始上網 去做功課 那我當初我那個年代 那時候其實網路並沒有那麼發達 所有的論壇也就只有 數一數也就只有那幾個 那時候有一個網路論壇呢 是 老爹孔雀魚 那於是我就進去了 那進去之後 做了幾個功課 坦白講 真的沒有頭緒 真的沒有頭緒 你根本不知道 新手 該從哪裡 開始學習 去養魚 才可以養好魚 因為啊 想必如果你有在養魚的人都知道 當你假設 我們現在假設一個方面好了 我現在在網路論壇 然後我發一個文章說 請問我的魚為什麼死了 我跟大家講 下面熱心的朋友 就會有啪啪啪 三四種 而且三四種 都是不同樣的說法 不同樣的作為 也就因此 我到那時候 就算去網路做功課 你說我的孔雀魚養得很好嗎 也沒有 雖然沒有死那麼快了 還是依然在死 也就因此 我這個人呢 是死一次不夠啦 至少要讓我死一百次啦 反正呢 我都笑我媽了 我不想要被他笑回來啊 因 所以呢 就開始去接觸到魚友 那魚友 其實有分很多種 我就大概一個簡稱 大概的簡稱 一般有 一缸魚 兩缸魚 就一般的小玩家 然後還有一個 專業的玩家 所謂專業的玩家 就是 比如說他有 行不郎當 三四十缸 一兩百缸 這個比較專業的玩家 就開始去接觸到玩家 並且跟這些玩家做一個學習 那講一句很實在的 在我們的那個年代 其實 大家不會很輕易的把 養魚這套功夫 傳授給你 也就因此吧 你要去給人家巴結啊 去抱著人家大腿 每天去找人家喝茶的時候 找人家喝茶 不是他提供茶給你喝啊 是你自己要買茶 去孝敬這些 嗯 前輩們 好吧 就叫前輩們 你要去 反正就是買吃的 買喝的 然後讓他們 至少 好一點 希望他能多教你一些 養魚正確的知識 那這個過程呢 坦白講 這樣子下來呢 其實你會有感覺到一種 身份很卑微 會養一個魚 這樣子卑躬屈膝的 因為在那時候網路真的 資訊不發達 雖然那時候網路已經不是算 多麼稀有怎麼樣 但已經很普及 只是說 還沒到資訊很發達的時候 也就因此吧 你既然對這個 東西有興趣 你就必須要花心力 花精神 去跟人家培養感情 不是跟魚喔 是跟人 培養感情 然後呢 就渴望著說 人家教你一些 養魚的功夫 那學著學著 才知道說 哇 原來養魚 兩個字好簡單啊 要養好魚 原來它的階層 那麼多種啊 也就是我常常在YouTube頻道上 跟我的觀眾朋友分享的 養好魚 它只是一個階段 你不要以為說你養好魚 你已經得到全部了 沒有那麼簡單 養好魚 是最基本的 養好又要養漂亮 這個算是第二階 那養好養漂亮 這個魚 會不會生 也就是牽扯到繁殖了 這個就牽扯到第三階段 那養到會生 然後呢 又可以 照顧的長大 也就是所謂的育成力 育成力要好 等等等 坦白講 每一個階級 困難度 真的都不一樣 不是像網路上很多人 或許啦 他們自己養一缸 就如同我剛剛常講的 他們自己養一缸好魚 他就以為得到全世界 但殊不知 外面的世界真的是 如此的遼闊 如此的廣大 也就因此 在我學會了養魚這部分呢 我就開始進行了我的 養魚人生啊 我也開始踏入了這個 所謂的專業玩家 那所謂的專業玩家呢 也還好啦 算是小小的專業玩家 在我那時候 玩家時期最巔峰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 差不多 60缸還是40缸吧 反正就大概這個數字啦 就專門在養孔雀魚 然後 你說有沒有養別種 當然都有 就是異形啊 屬於 就是其實我講認真了啦 喜歡養魚的人 他們什麼魚都喜歡 但是 魚有太多種了 你是專攻哪一種 那 像我本人 我是比較 屬於專攻 這個孔雀魚這部分 那你說別的魚就養不好嗎 不是養不好 只是沒有那麼專 專到說 我 我 免他哪時候要生 好不好 他哪時候會有變化 我都懂 我沒有到那麼厲害 但是孔雀魚的這部分呢 我卻可以得知說 他的種種的情形 因為我對他比較專 那在我當孔雀魚玩家的時候 閉馬 40缸 60缸 那魚也就跟著多 那也因此 就開始當起這個所謂的 個體戶 開始當這個所謂的小賣家 一個玩家 一個小賣家 那那時候吧 其實那時候 孔雀魚價格 我那時候價格算不錯了 我那時候 S級的 S級的 就號稱吧 號稱啦 比賽級的那種 孔雀魚呢 那時候一對價錢好的 可以來到 3000多塊錢都有 那 當然啦 我那時候當 孔雀魚玩家的時候 其實 我都覺得說 為什麼 純品系的孔雀魚 要這麼貴 也就因此 那時候我當玩家 我就很便宜的賣 當然 我沒有特別去 把挑一些漂亮的起來 那價錢不一樣 都沒有 反正 先買先贏 那時候呢 我就是賣一對兩百 在那時候 在那個時期 一對兩百 很便宜啊 也就因此吧 一路走來 因為養魚 養魚的世界都是這樣子 有一個 像股票一樣 會有起 會有弱 那時間久了 那這個孔雀魚的價錢 就開始崩盤了 價錢不好啊 比如說 養孔雀魚的盛品 就是豐年蝦卵 也開始貴了 那成本貴了 你的魚 魚價又拉不上去 這個不符合成本的時候 很多玩家 很多老玩家 老前輩 他們也都退坑 也包含我 都退坑了 那退完坑 我的養魚的人生 就此結束了嗎 其實並沒有 只是說 沒有那麼瘋狂 養到四十缸 養到六十缸 那時候呢 就會留個一兩缸吧 自己玩好玩的 自己玩開心的 就這樣子 於是吧 時間久了 YouTube的這塊部分 它就開始崛起了 那YouTube開始崛起 比如說 搞笑的 知識型的 什麼節目都有了 我就有看到一個很 不好的 狀況出來 那個很不好的狀況就是 因為YouTube 它是一個很自由的平台 不管你是有盈利者 還是你是一般人者 你都可以把你拍的視頻 上去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可是 你們知道嗎 把養魚分享的資訊 你確定它是正確的嗎 當然一定 不是 絕對的正確 也不是絕對的錯誤 那時候 我看YouTube 很多都是不正確的 那怎麼講不正確 我講一個大家常常聽到的東西 也爭議性很大 其實也沒有爭議 但是它的爭議性就很大 就是 養魚用致癌水 沒有除過濾的水 養魚加水穩 水質穩定劑 那也就因此吧 看了種種很多錯誤的觀念跟教學 我就只有受不了了 拿起手機 把我現有的 我記得那時候 我很像現有三缸魚吧 我那時候很像有剩三缸的魚 我就很隨意啊 其實也不懂得剪輯啦 也不懂得講話的技巧 也不懂得拍攝的質感 什麼都不懂 然後呢 就拿起手機 就拍了 然後就開始講解 也就因此吧 這個很無心所拍的影片 居然呢 炸開了 炸開了之後呢 多少 幾十萬的點 點閱信 我那時候就想說 超開心的啊 因為為什麼 不外乎 因為YouTube它可以讓你盈利 我就想說 欸 我靠這個來監個職 我有個零用錢也不錯啊 不管它多餘寡 有個零用錢也不錯 那重點是什麼 我可以把我當初 那麼 那麼克難所得到的這些養魚的功夫呢 我可以 很大方的 跟大家去做一個分享 讓大家不要去誤入歧途 然後 損失更多的錢 損失更多的生命 於是呢 就開始踏入了這個 不歸入啊 踏入這個不歸入 也就是YouTube頻道 那這個YouTube頻道呢 我經營多久了 算起來應該有五六年了 我在YouTube頻道 算起來有五六年了 那有紅嗎 還真的沒有紅啊 非常的難過啊 可能是我自己拍攝技巧 講話技巧太爛了 但是沒關係 因為 畢竟我覺得說 我分享的是一個正確的知識 就算少人看 有一個人可以看到正確的知識 我都覺得我有必要的存在下去 繼續努力吧 那也就因此 努力了五六年 那 其實養魚 影片它可以詮釋全部嗎 錯了 其實養魚呢 很多東西 魚友們 所釋養的經驗的交流 也就是我講的 魚精 其實 聊魚精 可以聊出 很多的 美美佼佼 很多的技巧 那這些東西 不是影片可以交代出來的 如同我講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 大家看Discovery 看到一隻青蛙在叫 看到一隻青蛙在求 你知道嗎 他叫雖然只是幾秒鐘 他在求偶 或許只是幾秒鐘 可是 要去拍他的這個攝影師 他或許是經歷了幾個月 他才能去捕捉到 這麼清楚的一個畫面 相對性的 相對性的 像我們 像YouTube的頻道 坦白講 如果你不常常去更新你的影片 你的點擊率會很差 也就所以 你每個禮拜一定要出片 為了就是點擊率 那OK 那這個問題就出現了 我怎麼有辦法去 用那麼多的時間 比如說我用半年 我只做一支影片 那我何來的觀眾 不會有觀眾 那此時 就如同我講的 我就在想說 到底有什麼出口 可以去 聊更多更深入的東西 可以讓更多的朋友 可以去理解 正確的養魚的知識 於是我就看到這個 Podcast 因為啊 Podcast它的禁忌沒有那麼多 你像現在YouTube 現在YouTube做影片很困難 動不動 就好比吧 就好比 我去 我去接上直播 那 總是有一些商家 會放個音樂 我坦白講 我也不希望他放音樂啊 可是呢 我只要短短的收錄幾秒鐘 比如說張學友所唱的歌 還是周杰倫所唱的歌 還是那個 隨便啦 反正只要是哪一個人唱的歌 只要被收錄到幾秒 我就被版權警告了 那版權警告 會被人這麼高嗎 是不會被人這麼高 但是你的影片的點擊率 會變得很差 那坦白講 我相信有做影片的人都知道 做影片其實 不管你是怎麼做影片 你的影片都是充滿了成本 我怎麼有可能 我講一句很現實的啊 我講一句很現實的 我怎麼有可能做白宮呢 好歹也是要讓更多人點擊 我的影片 然後觀看我有收錄 我可以拿到這些收錄 做更好的創作 對不對 所以在YouTube上 他已經設了太多的限制了 而並且他沒有辦法去 詮釋很多養魚的一些東西 那Podcast 他可以完成我這部分 所以啊 為什麼我在Podcast 成立了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 那這次因緣片呢 我只是稍微介紹我的 為何喜歡養魚 如何踏入YouTube 然後為何轉入到這個Podcast 第二集開始 我就會慢慢的帶大家 從新手 為什麼新手 會犯了哪一些很愚蠢的錯誤 還是被 嗯 啊水族館的誘拐 誤導 亂養魚 然後死魚 我會把這些所有的東西呢 在Podcast 跟大家做一個聊天 做一個了解 那希望你們大家多支持喔 那我的Podcast呢 每一週都會有一支新的因緣片 然後會跟YouTube同步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在YouTube所收聽的朋友呢 請別忘記幫我按個讚 分享出去 並且加你的訂閱喔 那我們下次見 今天就到此 哇第一次錄Podcast 我超緊張的啊 一直大舌頭啊 很多想聊都聊不出來 希望大家給我機會 給我多多磨練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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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 小鈴鐺 小鈴鐺